1. 木黑川 被日本人票选为绝对要取的赏鹰景点 就是木黑川 两侧步道上种满了粉嫩的樱花 花瓣片片飘落河里 就像是一条春季限定的粉红色河川 河岸长远3.8公里 大约有800多棵樱花树 每一年都吸引几十万人 到这里一度风采 也因为景色极好 怎么拍都美 被票选为赏鹰的冠军 交通 这二山首线木黑站徒步8分钟 冬级木黑县不动前站徒步8分钟 冬级东横县地下铁中木黑站徒步5分钟 2. 奈良公园 位于奈良县奈良市杂斯厅 是日本樱花公园之一 园内包含了东大寺 春日大社 新福寺等寺庙神社 春天时也能在此欣赏到奈良八重樱 燃景吉野樱 山樱 枝锤樱等于1700株不同种类的樱花 想要拍下可爱的鹿儿与北丽的樱花 一起入境的照片 这里绝对是最棒的摄影地点 交通 自禁铁奈良车站步行越5分钟 从JL奈良车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 城市循环外向 车程约9分钟 在于东大四大佛殿 春日大社前车站下车步行越5分钟 3. 平安神宫樱花 日本三大神宫之一 也是京都赏之锤樱的名所 这里的枝锤樱花期较慢 因此稍晚到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樱花祭时会举办一年仅四场的夜音音乐会 连通周边的钢琪输水游玩 还可以搭乘鼓船赏音 让你樱花看到宝 交通 公车546100号到钢琪公园美术馆 术馆平安神宫前步行5分钟 神院门票 大人600日元 儿童300日元 夜音音乐会2000日元 4. 北海道神宫 在圆山公园腹地内的北海道神宫 从明治时代以来便是赏音圣地 而且因为气候之故 梅花和樱花会在这个时节同时绽放 是日本全国稀少的奇景哦 在区域内约有1400株的樱花 和250株的梅花 在赏花期间 也会在神宫区域内设置摊饭小吃 是北海道非常人气的赏音景点 交通 从地铁圆山公园站步行约15分钟 5. 香山公园和琉璃光丝五重塔 香山公园位于山口县山口市香山厅 是日本著名的观赏樱花景点 每年的春天都会有约170颗的樱花开放 简直就是一片五彩斑斓的起立 此外 也可以远挑位于远方的琉璃光丝五重塔 宛如一座立在天上浮云之间的宏伟壮壮阔大神 交通 大众运输搭乘JR新山口站 在乘坐巴士30分钟 于县厅前巴士站下车 徒步约10分钟可到 如果是自驾 则是外头有免费停车场可驻车 欢迎订阅 打赏樱花园 真热 人士 Hass 林 追